回到新闻现场来关心台南北门区有一位高龄92岁的阿嬷在自家农田除草的时候 突然被成群野狗攻击咬伤 阿嬷一度失去意识昏倒在农田里丈夫坟前 那么在寒风中是过了两个多小时才被人发现紧急送医 救护车火速抵达 受伤的老妇人躺在担架失去意识 救护人员先包扎止血再用食盐水清洗伤口 最后吊上点滴 紧急送往医院抢救 老妇人的双腿都是瘀血 靠近脚踝部分还有被动物咬伤的痕迹 就连衣物也被咬碎 家人看得好心疼 台南这名高龄92岁的老妇人早上7点多在自家农田除草 突然遭到成群野狗攻击咬伤 老妇人痛得昏倒在田中去世的丈夫坟前 在寒风中两个多小时才被人发现 台南北门区域港里经常会有野狗成群出没 附近居民不声其扰 去年动宝处已经诱补107只 失发后也诱补了3只 目前只能持续诱补减少数量 老妇人意外遭野狗攻击 在江户病房住了5天才转往普通病房 出院至今仍然无法站立 动宝处加强捕捉 民众外出尽量别落单 以免成为攻击目标 记者黄富奇台南采访报导 欧те